民众换上泳衣 坐在热乎乎的温泉池 放松身心 天气冷嗖嗖 泡温泉也成了民众最爱的休闲之一 有人甚至不惜坐火车 当天往返高雄台东 就是要去享受东部远近驰名的 碳酸清纳美人汤 精度很不好 骨头都不好 来泡一泡就轻松了 随着天气逐渐转冷 民众泡汤意愿提升 台东资本及金沦温泉区 在这波冷空气助阵下 近一周来涌现泡汤潮 来客树和住房率双双上升 让原本忧心受暖冬冲击的业者 这下业绩开出红盘 现在就是人潮 就是万季 6.7% 有上了6.7成 对对 今年的话虽然天气比较慢冷 但是因为这几天开始变凉了 所以我们的不管是住房 或是在我们泡汤的部分 都有明显的增加 停车场停的满满满 饭店大厅也满是等待入住的旅客 台东资本及金沦温泉区饭店民宿 近期住房率提升至少六七成 较上今年入东首波寒流即将报到 业者乐观其成迎来光光升温 缘细新闻 台东旭 台马里 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